OK,进入新的环节 创建微博 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式来建一些和微博有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老是操作和用户有关的东西 可能内容也比较多 大家可能也听的已经比较匹配了 所以说我们终于是进入一个微博的一个创建的环节 好,我们看一下整个过程 创建数据模型 微博的数据模型我们还没有,对吧 我们要创建一个数据表,至少是 然后呢,是模板和路由 就是把这个页面给 跟之前的模式一样,把这个模板的代码讲一下 然后把这个路由注册一下 最后呢,是开发接口 就是我们把这个创建微博的这个接口可以开发出来 还差点忘了一点 但是是少不了的 先看数据模型吧 数据模型跟之前的套路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数据模型的设计 就是我们之前怎么去定义数据表的 然后呢,我们再去创建数据模型 最后呢,是通过到数据库 好,这就是我们整个数据模型的设计 然后我们已经完成呢,是中间这块比较大的这个Uders这个表 也就是我们的Uder模型 用户模型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这个Blogs 就是微博的这个模型 微博的这个模型呢,我们看一下 ID这个是必须有的,对吧 然后UderID就是它的用户的ID 那UderID呢,和这个Uder生成的一个外界的关系 这块我们也要做上 那Content呢,是微博的内容 是Text的形式的 虽然说微博一般情况下会限制140个字,对吧 但是呢,我们这儿也不用做这个限制 就是直接用个Text就行了 如果是做140个字呢 设计的东西就是前端比较麻烦一些 就是前端要实时根据你输入的东西 去限制是不是140个字之内 这个逻辑是很复杂的 主要是前端复杂 因为前端要限制140个字 如果是只是输入的话 140个字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涉及到还有回复,对吧 还有引用这些 一回复一引用 可能回复的层次比较多了 然后这个140个字可能就超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部分逻辑 那这儿呢,我们就不考虑这些 反正都是前端的 那前端呢,我们也不是这门课的重点 所以说前端呢,我们也不管它 是多少字 反正后端呢,我们就直接吞出一个Text的形式就行了 然后image,就是图片,对吧 我们发布一条微博的时候 可以上上一张图片 那图片呢,我们也是跟那个用户的这个 picture一样,用户头像一样 我们就吞这个图片的地址就可以了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模型 我们去把这个代码给它写出来 我们现在在master下面,对吧 那我们可以建一个分支 叫future create blog 好,建了分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写代码 然后我们在这个 写那个模型嘛 是在db下面model下面,对吧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blog.js模型 OK 图示 微博数据模型 author 写上你的名字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智行界的那个user.js 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这些考了就可以 其实 先把这个seqlite的这个实力 用,然后我们需要引用一些类型 类型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面 类型里面有什么 有数据类型,有text类型 还有一个watcher类型 那对应到我们这来就是数据类型 我们就用unitager就行 然后string类型 还有这个text类型 反正之后我们去建这个微博的这个模型 sicleize.define blog 这个逻辑和这个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blog 然后把这个属性给建一下 最后不要忘了输出出来 model expose blog 好 然后我们再写一下 我们需要建的这个属性 其实就是user.id content 还有image 对吧 user.id就是我们 最应的用户的id type.integer 然后 alone 那是不是为空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comment 我们建一个注释叫用户id ok 那继续 content 内容对吧 微博内容我们type 我们就写一个test 然后 alone fos comment 微博内容 最后呢 还有一个image 就是微博图片 type 等于什么等于string类型 然后alone 这个呢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因为图片 我们写微博嘛 有可能是传出图片 也有可能不传图片 就写一句话 所以说这个图片 我们允许为空 然后comment 图片地址 好 保存一下 这样就写完了 对吧 然后建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index里面 去引用一下 这儿 我引用了这个user 然后输出的时候 肯定要把vlog收拾出来